这个老六果然666啊 率先就抢到了 变形金刚群星版第二弹 还利用称重的方法 凑齐了所有角色 第一个就拆到了隐藏款 刚锁恐龙形态 图纸给到大家记得点赞收藏 666啊 这是谁家的老六啊 下手这么快 我也是服了 我才能抢了三四天 现在才拿到他的变形金刚第二弹 而且呀 他居然用称重的方法 把大隐藏给拿到了 这个图纸我先点赞收藏了 正好咱不是也到了一会儿吗 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他这个老六的称重方法 到底是不是准确呢 咱的目标啊 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高锁的隐藏款给我拿到 然后就是把第二弹 所有的人物全部投机 好了 直接开车 这个89.7 89.7 离他最近的是89.33 高锁人形 是真是假 我们打开就知道了 先看决赛卡 哇塞 这个老六的数据有点准啊 我们赶紧提起来 看一下他们的样子怎么样 哦 这也太帅了吧 背后还有两个小爪子 钢索是84.58 而隐藏款的钢索是86 83 估计是消防车 83.7 掉车 86.2 我的天 先放一边 84.1 请接住 86.4 这两个盒是比较接近的 81.4 最轻的 最轻的是飞过三 86.8 88.5 应该是拖抖 我感觉86.2这一盒更符合标准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 失败了 我叫倒立起头 哦 又抽中了小伙伴们 如假包换 隐藏款的钢索 你看他的形象也太逗了吧 嘴里面吐着火 手里面还得拿一条鱼 看他今晚的晚餐 就是烤鱼了 原来你这么坦诚啊 旁边的还有他的两个配件 是能量块 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隐藏玩法 钢索的恐龙形态 和他的人形态 有些部件是通用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隐藏款的恐龙形态 一些零件拆下来 给我们的人形态用 相当于我们获得了一个隐藏款的 钢索人形态 恐龙形态也换了一种风格啊 把帽子一摘 火焰一把 好了 钢索恐龙形态下的普通款 也不用买了 直接就到手了 这么算下来 我们就相当于拥有了两个隐藏款 和两个普通款 这一次直接转化了 左边的这个呢 就是大明丁丁的搅拌机 它的背后有一个水泥罐 它可以变形为混凝土搅拌车 而右边的这个呢 后面有个斗子 它叫拖斗 它们呀 都是组成大地神的重要部位 我记得没错的话 拖斗可以变成了右腿 而搅拌机可以变成它的头 这一黄色的是雕车 它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背后还有一个吊钩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消防车 它的云体就在头上 非常的有特点 最新的一盒 我们猜到的就是飞过山 后面有个轮胎 然后就是比较有名的 红蜘蛛了 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看到动画片里的人物 看起来非常的熟悉 我以为有个问题 这不是秦天柱吗 怎么变成了紫色的毒妆 而且它的名字 变成了秦天柱 是不是印刷错误啊 小伙伴们 有没有懂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